多倫多市府面對龐大的財政缺口 而警隊預算是屬於全市最大的開支之一 怎樣去分配警隊資源 將會成為議會的辯論焦點 龐希倫報道 多倫多今年11億元的警察預算 佔城市運營成本的7.4% 當年來一直是最大開支之一 與去年相比增加了2480萬元 即2.3% 根據多倫多警隊本年度預算 當中九成用於支付約4988名警員 與2400名民職人員的工資、福利和加班費等其他薪酬相關費用 而自2020年 美國George Floyd事件以來 創造人士呼籲減少警隊的預算 而多倫多市亦面臨8.5千7萬元的預算缺口 令減少警隊資金成為年度預算辯論的核心 包括支持Black Lives Matter在內的組織 呼籲將警察資金融在社區內 更好以預防性措施 至於減少犯罪和暴力等 多倫多警察協會表示 警隊已人手短缺 罪案增加 接報出動的時間亦越來越長 認為應該增加預算而不是減少資金